上次我们谈到南海 差一点点美中都曾经要 2021年插枪走火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仍然在国防 这个系统上的热线还没有恢复 但是李尚福中方这里的国防部长 很有意思 他已经跟日本的防卫大臣 启用了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 直接通电话已经建立了 所以直通电话的建立 启用落实的被说是两国领导人重要的共识 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 快速的加强双方海空管控能力 不会插枪走火吗 当然就是避免风险意外的发生 这个中日启用了 美国还是远远的没有办法 进行危机控管的机制 没办法对话吗 那么香格里拉马上这个会议 在下个月就要登场了 吴小大夏都说 虽然我们制裁了 现在中国唯一被他们制裁过的 国防部长李尚福 但是不影响美中的防长要会晤 所以李尚福在任职于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的时候 被说他有跟俄国重大交易有关 所以是史上第一位 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校 他们没有要解除 也没有要进一步做什么 但是却说制裁不会妨碍 欧斯汀要跟李尚福会面 那么期待接下来要保持畅通的管道 而金融时报甚至进一步报道说 北京已经表态 因为李尚福还被你们美国制裁当中 两个人没有可能见面 所以就连在香格里拉对话 有没有机会这件事情 都先暂时被否定了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是怎样呢 我们一个假想模拟的情境 可能是这样 万一中美突然又有这样军支对峙 或者是危险的情况的时候 欧斯汀赶快打给谁 打给日本国防首相 问他说帮我转接一下中国 跟他说我们本来没有要打仗或要干嘛 所以变成还要转接啊 没有直通电话 这就是中美现在的僵局跟困境吗 而美国现在的各种制裁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APEC在吉特律登场之后 美中的高阶官员却有机会 真实的来做互动吗 前几天的一场王毅他们的会面呢 现在还在于颇荡漾 现在美国之音是直接报道 今年APEC可能会由美国承办 所以14号到26号 马上就有第二次支撑官员的会议 要提供给美中高级的官员 你们来讲讲话吧 会晤一下吧 也帮11月有可能的元首峰会 拜登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的峰会上见着面 有没有可能会外会增加单独会面的机会 Bloomberg引述的这个所谓知情人士的报道认为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跟戴琪 就可能会在5月25到5月26的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长边会晤 这个会晤完进一步就有下一个阶段了吗 而美国国会呢 罕见的召集了拜登政府三个部长要做什么 到中国政策委员会去听证 包括了布林肯 奥斯顶跟雷蒙多 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要听取拜登的预算请求 还说这个预算涉及到安全啊 竞争力啊 跟未来的美中关系这个路线图 所以中国政策不是针对着抗中 要打中而来的吗 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 又要想要见面 又要抗中呢 这个矛盾的策略如何 但拜登啊 布林肯啊 反而现在除了川普被击查 被检察官搜索之外 连拜登跟布林肯现任的官员 都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吗 这是司法部公布了 川普当时被说通俄门 曾经跟这个俄罗斯 有过一些密切往来的关系 这个消息被发现 调查报告指出是 FBI说谎 他是受了政治目的的操纵 缺乏严谨分析所造成的 而司法部这已经是个公开的资讯 告诉大家说 历史四年的调查 指责FBI根本不应该调查 2016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川普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甚至报告里面还提到 FBI根本直接窃听 川普总统的竞选总部 一路窃听到什么时候呢 到他总统任内还在听 所以等于是水门案重演吗 包括2017年希拉蕊 要求欧巴马展开调查 副总统拜登难道不知道吗 当时水门案的时候 总统尼克森窃听国会 就被记者给揭发 最后黯然下台要负责啊 那现在连前CIA局长 都已经公开的在媒体上承认 谈话节目里面提了 他说拜登竞选团队的 布林肯当时还不是国务卿 就要求CIA做伪造声明 要塑造出这个拜登的儿子 Hunter笔电当中的电子邮件 是俄罗斯的这样的假讯息 来帮助拜登胜选 就跟王立强的很像嘛 只是这个直接是由CIA来进行而已 所以这次拜登G7的峰会之后 提早会返回华府协商 美债上限避免违约 当然只是为了避免这个政府倒闭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国内内政财政问题都很大 更何况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也还没有真的 可以有解答的方法吗 江教授 昨天晚上大概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日本这边的新闻出来了 是在昨天5月16号的下午三点半的时间 我们台北北京时间三点半 日本是四点半 李尚福和宾田 日本的防卫大臣冰田 通话20分钟 20分钟 这个是从三月份开始 中日两国就设立的 这个叫热线 日本就把它叫做hotline 那也可以说是这个海空联络的 直接的这个直通电话 就是一个热线 而且这个热线就是 国防部长和国防部长之间 他们20分钟谈了什么呢 日本的新闻转述说 当然这就是 只是宾田大臣之边自己讲 也就是说这个机制能够完成 对于中日之间的 直接的这个军事上的沟通 是有帮助 同时对于在东海的情势 以及日中之间 中日之间的安全的议题 他们大概简单的这个交换的意见 李尚福 宾田 各位 这是在一个什么的背景环境之下 你不要忘记一方面 我刚刚讲的G7要举行 马上这个香港理大会议要举行 可是在今年一整年 这个岸田文雄岸田首相 他也把日本的军费提高了double 每年今年就增加了26% 从5.3兆日元增加到将近6.3兆 然后目标在2027要从GTT的1%到2% 达到11兆日元 这么多钱来去做什么 所以就买了400枚的战斧飞弹 射程1600公里 可以打到北京的 当然它的目的不是如此 所以时代周刊就做了一个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 选那个蔡英文跟选岸田都一样 脸色看起来有点阴沉 但是呢就表示说时代周刊的问 是不是要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这个当然问题问错了 军事大国怎么可能 你没有核武怎么成为军事大国 你没有全球或区域的这种作战能力 你怎么去做军事大国 可是日本的的确确是在加强军事的 这个整个预算跟它的这个军备 在这个背景之下 同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对话 李尚福跟奥斯汀 奥斯汀温情喊话好多次 李尚福就不理他 你先把我制裁我2018年开始 制裁的那个拿掉 你再说嘛 奥斯汀退回去 我们一起在新加坡见面好不好 我觉得不容易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愿意跟这个冰田 进行这个热线直通电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战略观 也就是说你不把日本 在这个期间所做的 这些军费的增加 跟美国的这个关系的加强 举办G7 把它视为你的敌人 而视为你的邻居 但是呢要加强彼此之间的 这种军事上的沟通 但是呢跟美国之间 也不会因为日本的关系的 这样子强化而去 就是放松你对他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接下来 我们会持续观察 这个就表示中国大陆 对自己的军事国防的这个态度 越来越有自信心 因为教授这也是明显是一个战略 你看你看 中国跟日本恩怨情求 当然更深 可是他可以先放下这些 先跟日本可以建立这种国防热线 然后美国你等着吧 这个表现的是一种姿态 这是非常重要的姿态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呢 你只要不跟美国来往 其他各国我都来往 你跟欧洲当中的话呢 其实情况下 我觉得大陆的外交非常灵活 就是前不久的话呢 在这个维尔纳开会的时候 是出现跟那个 王毅跟沙利文开会 开了十几个钟头 那布林肯呢 布林肯哥立旁亮的 完全就没理他 这个在内心中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布林肯在加把劲 今天布林肯放消息了 我们对中国来讲的话 整个态度要改变了 各方面都好了 这个里面就说明了 美国平常骄傲 然后呢 这个非常非常前具 后宫啊 就是说是为什么 他全面非常傲慢 这个李尚福 为什么会变成制裁的对象 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 他纯粹就是因为 他是上将 而他主要是负责航太的 那基本上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做航太的研究人员 那变成上将 是因为大陆重视航空兵 那这个美国话呢 讲不出什么具体理由 就制裁他 制裁他以后的结果 那人家现在被制裁的话呢 跟你在一起开会 那大陆已经表现出风度了 就没有制裁奥斯汀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要找到 别的理由的话呢 也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呢 这里头呢 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有关于新的水门事件 就是提到这个窃听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呢 牵涉到了目前 现在台面上的人 就是拜登总统 跟布林肯这个国务卿啊 那布林肯当时是竞选的大将啊 你知道这个里头 从头到尾引发的事情啊 这里头最严重的事情 是窃听 而且从这个川普 在竞选时候的窃听 一直窃听到他当选总统 还在窃听 你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吗 就是胡佛干的事情了 大家都快忘了 美国这个国家都不愿意提胡佛这个人了 因为据说啊 以前的干奶提总统啊 想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马上就把一个录影带送给你了 让你乖乖就范啊 所以说这个 每一个人的发柄都建党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是美国最可怕 美国人最讨厌的事情 因为美国人对于 他个人的隐私的保护啊 那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流露出来 窃听人家各国领袖的事情 都承受不穷 引发了争议奇大无比 现在美国人居然窃听自己的总统 而且还罗智入狱 而且那个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一定要川普就范 川普讲了好几次 所以说我现在发觉啊 我觉得川普的确比拜登强 为什么呢 因为遭遇到这么多的 不白之冤的时候 他能够挺过来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不简单 我觉得拜登搞不好 就突然心脏病发作了 我跟你讲 受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尽办法要搞他 多少人 你看这里面有多少大人物要搞他 从奥巴马到希拉蕊 到这个 到这个 拜登啊 布林肯什么 都要搞他的结果 现在他能够脱颖而出 还回过头来 又要选举了 那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爆发 这个是里头有很多CIA的前主席 他们自己都公开承认 那这个事情的话 能够善了吗 不可能善了啊 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这个川普的这个火力 极强无比啊 人家都问他说 这个俄欧之间的冲突啊 美国人 这个花了这么多钱啊 川普讲说 我们花了钱 是欧洲的五六倍之多 从此的话 如果我当允总统 二十四小时内 马上让战争结束 这个讲起来的话 那再加上这种 以哀兵必胜 就是遭受到不白之冤 又能够挺过这一切的罪犯 挺过这些指控啊 我都觉得川普这个人 还真蛮伟大的 所以这些事件严重 说不定真的会影响到 美国接下来的选情 相信怎么看 两个国家之间 中美大国 国防热线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实时就是没有办法开通 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我们可以从两个来看 第一个先看我们看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会谈 香格里拉28个国家 香格里拉我们美国 美国国王部长参加 奥斯林 然后李尚福也参加 变成两个国王部长 他两个就在这边 两个会不会见面 你看美国放转声调了 放低声段了 很清楚 就是说以前他被制裁 李尚福因为他 当后期中美部部长 好 那因为进口俄罗斯的武器 到中国大陆 好你被制裁了 那现在以前制裁 那之前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 可以会面 美国主动讲这个话 中国大陆还在考虑 要不要去会面 掌编会谈 变成这个状况 中国大陆现在反而姿态放硬了 美国姿态放软了 到时候还没搭搭搭 这个香格里拉会谈 28个国家蛮重要 因为他有时候注意到 三个这个主题 第一个我们知道都是 区域安全非常重要 因为都是国王部长 跟他降临 中国大陆这次派13个人 这13个人 当然不含行政人员 13个人参加这个会议 不含降临 然后第二个主题 他是讲南海问题 我们也有东沙群岛 跟太平岛在南海 跟我们也有相关 但我们台湾不是会员国 这28个国家 我们台湾不是 因为在去年才开始召开 因为在前一年 疫情关系 没有办法召开 只能做线上会议 那现在开始召开 我们观察员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到 这边的他之间的这种 谈的这一 微妙的变化 对 因为我们也是南海的 我们也身所国 我们也是之一 第三个问题 是重视在 军事的互动跟交流 尤其军售 他们有时候会谈到 一些这些主题 我们可以 从这当中 我们有没有 这方面的需要需求 我认为我们可以参与这一方面 所以我认为 他们这一次 包含李尚福 包含奥斯林 他们我判断 他们在 在政治的会谈 没有了 他们不会了 因为中共讲出来 你要制裁 制裁又要去见面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就好像不行 你又要行 你到底行还是不行 你讲清楚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另外我们来看 就是说 在这个G7的会议 拜登急得要赶回去 因为在美债上线了 很清楚 你看他的 这个拜登的G7 赶快赶回去 为什么 现在美国可以用的资金 只剩下1430亿美元 就没有了 政府就空了 那他举债上线 他举债上线 31.4兆 天花板到了 举债上线就是31.4兆 美国的全年的GDP就24兆 他就举债上线就是31.4兆 现在到31.4兆了 就到天花板了 不能没有钱再用 你如果再用 在用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会造成政府破产 如果你不再发行这些债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政府的钱又发不出来 你变成两个状况 会变成两个状况 你要不要再增加增加 天花板已经到了 31.4兆 你不增加 政府发不出钱 所有建设都没办法 目前库存的资金 只剩下1430亿 所以美国的问题蛮多的 这是经济的问题 如果不解释这个问题 通货膨胀要来了 第二个 美债如果这样的话 造成银行导电 会有这个状况 钱发不出来会造成失业 而且股市一定大跌 你要讲到 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 股市大跌20% 那还得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讲到了 这个拜登还不再选 那问题都来了 股市大跌 股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橱窗 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一大跌28% 那就根本不要选了 经济搞砸了 所以你看看 要不要把局财相关 上上条 天花板已经到了 顶住了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它是非常复杂 尤其是经济问题 那经济问题 支撑得到国防 国家 我们在美国国防预算 就8600多亿 你怎么办 怎么去支撑 这些多少钱 问题是现在也没有钱 没有钱举债 举债现在不能举债 所以互相矛盾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头两个大汗的 美股这两天 的确是有上下的震荡 对于拜登来讲 还有司法案件 还不只是内政外交的交相破 所以也只好赶快回国去 解决问题 还有大选要面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俄乌战争还在持续进行 还是在兵荒马乱 很多民众流离失所 在其他的国家 但现在居然乌克兰 发现了最高法院的院长 却收受贿赂吗 这什么时候了 他还有被抓到 收受贿赂8,324万钱 多到现金堆满了沙发 这个状况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这一位检察官称 该国最高法院院长 涉及这个收贿的严重 实在太难看了 已经直接被逮捕了 而这次行动揭露 最高法院的大规模腐败 还有领导阶层法官 收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调查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只有这一位吗 还是有更多人呢 除此之外要给美国一个交代的 还有更大的事情 就是世界很多欧洲国家 美国一直在援助的所谓军事援助 无偿的提供给乌克兰 但武器有没有去其他的地方 还是都用在战场上呢 现在传出来美国国防部的高层透露 在乌克兰的军官美军还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要进行查核 为什么因为被传出来有很多流入了黑市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反抗军的手上会看到像是他们的武器呢 所以现在美国要去调查呀 是不是确实这些武器都送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军员的手上 军员的手上 而不是外流变成别人徒利的资源吗 那当然在相关的媒体报导还看到了一个 让大家觉得尴尬的现象 乌克兰的第一富人 先前不是也代表着泽伦斯基到格里去演讲 做友好的外交 或是申请其他各国更多的援助吗 可是他却被报导 在巴黎啊 他购物shopping 狂花了4万块美金 所以这些是临终的事情 都让这个相关的民主其他的帮助他的国家都想 都问题是这个黑市贪污各种的这些疑虑 让乌克兰现在的战事有更多的乌云照顶在当中吗 而相对于俄乌战争 中国大陆强调希望这两国要促成和平 同时也在进行中亚峰会 很大规模的进行当中 相对于G7 徐一平公开正式的宣布 就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要建构中国跟中亚的命运共同体 要深刻的采明这个立场 要跟其他国家共同合作 长远发展 而大陆的外交部的亚欧斯副市长也公开的讲 这六国的元首会签署的很多重要文件 都不是轻轻带过而已 而是很深入的针对经贸投资互联互通这些领域 两天之内就会举办20多场很有效益的多边活动 而且会签署合作事项 那么这些合作还不只针对第三方 那他说不会跟其他的机制来竞争 当然讲的就是G7 其他国家也有在抗中的这个机制 但是他们告诉这些中亚的国家说 只要真正有利于地区的稳定跟发展的话 都会一起来做 中国有多愿意支持 而甚至习近平也公开的宣布希望鼓励 包括了学生 让中国石油大学的中亚留学生 一起来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投身于中亚国家的友好事业 让中国故事中亚故事都变成友谊 成为合作的桥梁 当中国把这个外交啊 合作啊 经贸的部署 部署到了中亚之后 成为重要的经济战略位置 那么当中处于亚洲大陆中心的 古代丝绸之路 现在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大门的特区 那么这个连串连的是 新亚欧陆海连运的陆路啊 海运啊 甚至连空运一起合作下来的一个新通道 更成为连接亚洲跟欧洲 重要的交通枢纽 彻底一个变革 改变了所有的运输 跟沟通合作的模式啊 所以呢 这个被认为 中国跟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会迎来真的是一个新时代 根据统计 如果2022年 中国跟中亚提前会实现 7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 今年第一季度呢 中亚五国跟中国的贸易 就已经比同期增长了22个百分比 投资呢 更是到3月底 中国对中亚的五国 直接投资的存量 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哦 所以累计 接下来完工的工程承包业务 也高达639亿美元之多 那么相较于 你看看在美国乌克兰 所投入的所谓战争的资源 这些资源对中亚国家来讲 更是一起经济繁荣的 非常重要的利基 而民航局也表示 中国民航局要跟中亚五国 签署空中丝绸之路哦 陆上海上 空中也有一个备忘录 大家一起在空中空运上合作 当然美国最担心的是 有没有军事的相关的陆运啊 空运啊各种合作 现在他们告诉大家是 俄国从去年2月抵入侵乌克兰之后 已经深陷西方祭出的制裁王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推动的大型基建 中亚国家是在填补俄国 很无暇 有没有空嘛 照顾这些后院的这些国家 现在中国加入了之后 哈佛大学的中亚项目主任就分析 俄乌战争会把中亚各国都推向北京更深的地方 他们建立了更多的友谊跟经济的交流 互相的依赖更深了 等于把俄中推得更近之外 把中国的地位也在国际上更大的扩展了下去 张教授 其实中亚五国这个概念最早是2017年 当时的乌兹别克总统提出来的 2018年的第一次的中亚五国的会议 是在哈萨克举行的 然后这种中亚五国加一 其实是要学习东协模式 也就是C5 plus 1 他们推动的两种 一种是外交部长 一个是就是元首高峰会 早期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和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都有在推动 中国大陆跟中亚五国的这个外交部长会议 今年才是第四次 相对其实是比较慢的 那这是第一次的中亚五国加中国 就中国中亚五国的这个元首高峰会在西安 为什么比较慢呢 我想那个时候关键 还是因为这个五个国家过去 其实是俄罗斯的加盟国 相对 然后呢在当时从2001年2年开始 是有一个叫上和会的这样一个架构 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呢 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这个互动 其实是蛮密切的 现在这个上和会其实已经慢慢的转型 从单纯的反恐进入到安全 进入到经济合作 而且成员连印度巴基典都进来了 那现在中亚五国自己发现到 东协模式不只是在外交上要维持 跟大国之间的平衡 更重要是 东协其实是在2002年 朱隆基提出来的东协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然后2010年正式签署 是后来帮助 2010年到现在13年期间使得东协的经济成长 快速的飞跟中国做连结 中国供应链变成亚洲供应链 我觉得中亚这五国希望能够模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然后因为俄乌战争 俄罗斯也无暇再去 再就是说完全的控制 在之前不是也同意了 乌兹别克跟中国的这个铁路吗 就在这一段期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中亚这五国会变成一个新的地缘经济的重点 过去是一个地缘战略跟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点 但是呢 现在会变成一个地缘经济 你看他比如说去年这个贸易达到700亿 对不对 那事实上是相到同比2021年增加了40% 你刚刚讲的第一季比去年的这个同比还增加了22%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尤其他又在一带一路跟中欧搬列的重要的这个路线上 以及在能源上的这个重要的供应 整个东亚五国加起来的7000万人口 人均GDP穷的只有1000块美金 付的大概不到这个9000块 所以他的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高的 我觉得接下来中国中亚的这个整个相互的合作 希望能够延续中国东协的这样一个模式 成为他在这个周边外交上 复零安宁 然后呢 又真正的让这个就是周边的稳定能够延续下去 是 渊教授 因为这个中亚峰会跟其他的什么领袖会 其他国家的区域会议 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他的签署的合约或者是各种条件都是很具体 而且很细密的在跟这些国家合作 我稍微强调一下中亚这五个斯坦国 这个是大家 首先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同学 他们就是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 蒙古总人 大部分人要不然就参与点俄国协同 他有三个件事情对大陆来讲是极其重要 以前大家可以打开地图一看 就新疆一出去以后就一片黄沙 我最近刚从冬化回来 那个地方确实是很难生存的 很干燥嘛 对不对 他第一个重点的话 原来他是苏联的加盟国 这个苏联的加盟国 你要知道在斯塔利时代的时候 那就是苏联的 开玩笑 根本就是你碰 你想碰都不可能碰 根本就不可能 苏联本身没有扩大到波兰跟捷克都算不错了 所以说整个中国跟欧洲的往来 基本上就要绕一大圈 中亚就没有机会 苏联垮了以后 那俄罗斯这边的话 又强调他自己的旧关系 那如果不发生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这个整个好处都轮不到中国 还要再等了 就没有吧 因为什么呢 最近最明显的就是哈萨克的总统 那个戴眼镜的 突然对普京讲话了 对普京讲话了 就是说也谴责了 这是这个杜青 那普京当时拿了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他基本上对中国态度好的可能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二点的话 中国非常需要中亚 这个不是单纯的结盟关系而已 因为中亚五国当中什么都没有 只有油跟气 那中国现在什么都有 就是缺油缺气 而且他们是陆地相连 一排几盒 对啊 你有什么管道什么的 你比那个北溪管道还要经过海 他那个在路上架起来 一个这个通气通油的这种管线 这个所产生的结果 刚好弥补了现在中国本身 要确保能源政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另外第三个的话 这个是本身 这个中亚这个地区 要连接起来 大陆的基建这么厉害 高铁这么厉害 他们本身来讲的话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要连接在一起 新疆有高铁 那为什么不能够延伸出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头的话 所以他们会讲出来说 他们也要接触到海啊 他们要到海出去啊 所以最近有些消息 大家要注意 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觉到 这个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让大陆真的是一飞冲天 最近看到没有 就是连海参崴基本上 都变成了大陆的内陆港 吉林跟赫铃江出货 那那一些的话呢 不是刚好沿着这个机会 就是说是原来的话呢 就是塔吉克斯坦的 什么修的铁路 因为在这个普丁的话 他不答应的情况下 就没办法修 现在一发生冲突以后 这些铁路都通车了 所以说这里面就说明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陆目前为止 会充分利用 它的地缘政治优势 这个优势促成了 它非常大的成长 这也让美国应该会很担心 所谓的战略地位 跟中亚的密切的合作 美国如何自处 对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先看看乌克兰 他这个 我看他贪腐的状况 钱线吃紧了 后面还那么多 后面紧吃 变成这个状况 太尴尬了 现在乌克兰他已经 他战争债券 国债 他已经发了500亿美元的 战争国债 全世界给乌克兰的战争贷款 已经超过550亿 加起来1050亿 你看他妈 这个战争花了多少钱 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 也只不一年才130亿 你看看 1050亿多少的钱 他们从里面发战争财 发国难财 那这个样子 他就在那边买一个包包 我认为4万块美元 他不如到前线 去帮那个战事 本来是没多少钱 但问你国家有难 蒋夫人抗战就干过这个事 应该防战背心了 帮他去做防战背心 为什么 他跟这些战事在一起 要这个样子 不然落差太大 人家拿命再拼 你再买包包 对 前线那个都是 我们知道断手断脚的 你到前线去要知道 这些为保卫乌克兰 而受伤 或者战事的这些战事 他要到前线去慰问 而不是去买包包 你这个状况 他怎么会有士气 这样子 我在前面就拼了命 亲何以看 对 你在后面这样子 会有这个 这落差很大 落差会到心理上的受伤 前线战事会受伤 受伤会士气 会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讲到 这个中亚五国的峰费 不管是这个 我们讲到哈萨克 塔吉克 乌兹别克 土库曼 迪尔吉斯 这五个国家 他内陆嘛 那现在中国大陆 他们要的是什么 这中亚五国需要中国大陆 是这个要资金 还要建设 因为他们的GDP很少 今天穷他就要发展 要发展的话 第一个是要去资金 资金就有建设 建设就会起飞 起飞完毕之后 我就要中国大陆的市场 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 我是市场广大 而且又相连 你现在欧亚大铁路 贯穿这个中亚五国 刚好这个过去了 一带一路也包含中亚五国 你刚好这个在一起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 大白话 今天国民党正式齐名 征召了侯友宜 而国内的选情 我们持续跟国际议题 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关注 目前先首先介绍 加入我们讨论 这些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将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 院举正教授 前秋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民主长杨永明 前秋好 大家好 来看看台湾在抗中保台这一块 好像在赖清德的主张里头 在做一些微调之外 但是在实际的行为上面 口号不含了 实际行为 是不是更越演越烈呢 从成品这一次的事件里头 可以看出来 哇 这个超高效率的 数位不动起来了 10天之内 因为有接近党的 这个人士提出来 在成品买了一本书 阿共啊 打过来该怎么办 哇 马上啊 立刻火 风风火火的 进行的约谈 约谈完之后 已经正式宣布 不排除要开罚成品 陈敏赶快也发了个声明 他说临近选举 拜托 拜托 各种事件容易因为政治议题 复杂化 恳请相关机关 以公正客观的立场 处理本事件 其实他讲的已经很清楚 大家玩弄啊 你不要动不动 用选举扣帽子 来扣到我们家企业的身上 难道说这些攻击 是因为过去他曾经在大陆发展吗 尤其是侧翼攻击的越来越凶了 每个像杜易锦啊 这一些在侧翼上攻击说 哎呀 在中共做生意 过去当过台干 都要被绑架威胁吗 抓住把柄吗 在中国的投资会影响在台湾的地位 甚至动不动就要开罚吗 还有一个例子是新宇航空 最近不是因为 他这个班机延误的各种问题 甚至还有什么 睡眠不足开飞机回来等等 被约谈大举的 做了各种检讨 其中呢 跟他当时访问 说要建立 访问大陆的民航局 要跟大陆开航线 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这件事情 让这个对岸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沟通 在民间交流上 所以就会成为 现在民进党政府的眼中钉吗 联合报分白 黑白急务告诉大家 阿共真的打过来了 因为民众被骗的报案 都没有下文 只有行政院为了这种案子 一本书记印隆提出来的 就大动干戈 所以阿共打过来 影响大选太严重了 一定要办快速火速的办 今天还有一位外宾抵达了台湾 这位是在英国史上 最短命的首相 被邀请到了台湾 他叫做特拉斯 特拉斯到台湾来之后 上午进行了一些演讲跟访问 演讲中的内容 重点大概有一个重点是说 要让中国大陆知道 侵略台湾的后果 会有多么严重 这个全文大概是说 要让民主世界的国家都支持台湾 如果让全世界的人 都来挺台湾的时候 中国知道侵略有严重的时候 那么台湾就不会孤单 一旦有战事发生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了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外交部长也特别 要来强调的一个重点 所以当这位英国最短命的首长 来台湾演讲的幕后金主 或者是他演讲费 有多少引起大家很多的揣测 因为这个金主是谁 就是远景基金会 都是绿营 董事长陈长山 执行长相关人 都是跟民进党非常友好的单位 也是必然的 过去邀请到的安倍晋三 欧布莱恩 蓬佩奥都一样 甚至蓬佩奥一度 还被传出来说 来台湾4000 这费用是422万 当然他后来说 这次是他们各自的 厂商邀约的细节 他们不清楚 但是是不是这一次 特拉斯又这么高的价码 所以来台湾喊 全世界要一起保护台湾吗 不知道 但是你想看 英国议员柯恩斯就说过 当时特拉斯这次访台 没有实质帮助 只会拉高台湾紧张情势 或者明明是为了两岸交流 而成立的基金会 所谓的远景基金会 它的远景在哪里 远景就在于抗中鹰派 反而要把台湾的选情 拉到他们想要的方向 这个才是把台湾 带到战争的危险边缘吗 那几个危险边缘的 插箱轴火 我们举个例子 其实昨天节目上 也提到一部分 当美飞现在正式 双边防务建立的准则 把南海纳进来 这个共同防务的 一部分的时候 中国大陆立刻 就表达反对 所谓的双边合约条约 为借口来插手南海问题 因为南海很敏感 那么昨天中方的媒体 也罕见的发布了 一个过去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 其实发生在2021年 那个时候 在南海侦查的时候 美军的P-8A的战机 就曾经距离香港 只有150公里的水面上空 还迅速的放了 这个声纳浮标在现场 那么使得立刻 解放军立刻派出部队 来因应相关 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措施 当时其实隔了两天 1月8号的时候 马上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的主席 立刻赶快通过电话 打给谁 打给当时的 中共的中央参谋部 参谋长李作成 跟对方保证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会向中国大陆开战 那个时候美国国会正乱 国会山庄在暴动之后的两天 然后李作成 要跟中国大陆强调 百分之百稳定 不会有开战的状况 就是怕中国万一真的打了怎么办 所以赶快紧急打电话 所以大陆这个时候 披露这件事情 刚好在美非双边协议进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对美国 有个警告的讯息在 从所谓的认知作战 实际的作法 到现在外宾啊 透过外宣来引成内宣的这些 各种的举措 教授杨教授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好像外宾变成 选战议题在打了 真的是 这个近来你问到 我本来想跳过这个 真的吗 就是泰拉斯 可是他来台湾做什么 他只做了41天的首相 他的这个保固期比那个 就是生菜沙拉还要短 就是英国的媒体自己做的标题 他说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的同党的议员 还蛮有重量级的议员 还攻击他说 到这边来闹什么现在 他还有什么影响力 如果造成两岸之间 特别是在G7这个期间 造成两岸之间的这种动荡的话 谁来负责 谁来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英国的国会议员 都是这么讲 你在处理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要谨慎再谨慎 这个反而透露一个讯息 因为英国的国会议员 执政的国会议员 这么讲的话 就表示说整个欧洲 不要说法国马克宏强调 战略自主 以及他对台湾议题的这个观点 而德国也就是强调 这是一个多级的社会 这是德国萧之 上个礼拜做的演讲 那德国要怎么样 把自己的角色先做好 所以整个欧洲 从德国法国到英国 对于台湾台海的态度 知道它的复杂性跟敏感性 可能会产生了冲突 那这个事情来闹什么 对不对 很简单嘛 拿钱来讲话 拿钱来办事的嘛 对不对 我觉得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懂 媒体也都看得懂 那现在它的效益 我觉得真的不高了 我必须要讲到 我们那个时候知道 米利打电话给李作成 那个时候已经是 大家就觉得 哇 原来中美之间 一度在2021年的1月份 曾经有一度 可能会接近要战争 后来还好米利 10月份要下来的 这个米利 参谋组长主动打电话 那现在知道 原来在他打电话的前三天 美国的这个侦察机 在接近 不要忘记各位 那个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的东沙群岛的附近 东沙群岛是台湾 这个掌控的 所以呢 它也许就是以这种方式 然后呢 接近东沙群岛 但离香港非常的近的情况之下 做怎么样的这个飞航 然后呢 丢下了这个 就是声纳浮标 平常会做这个事吗 你也许找到理由说 那边是台湾的东沙群岛 但是实际上 平常会做这么事吗 这么接近香港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 马上三天之后 参谋组长就表示说 我们不要误会 没有要跟你打仗 这两天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美国那个国防部长 奥斯丁讲什么话 他说美国很快会透过国会 去年通过的批准了 总统拨款权 然后呢 提供了台湾 额外重大安全援助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 拜登总统用这样子 额外重大安全援助 给乌克兰军事援助 去年这一年35次 这是什么 难道美国国防部跟奥斯丁 已经把台湾的情况的严重性 等同于对乌克兰 要紧急的提供 5亿元的安全援助了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那这个警讯就是说 那同时 我们要的F-16V 却不断的拖延再拖延 然后呢 透过这样一个 5亿的这种情况 表达说对台海的 这种紧张情势的支持 在什么时间点 在这个G7即将要召开 礼拜五召开的这个G7时间点 今年一定会再一次的 像前面两年一样 提到关切台海和平 可是日本媒体一直有说 G7可能会有一个 中国特别会议 甚至一个中国专章 然后呢 去针对经济胁迫的这个问题 这就是美国再一次的 希望透过G7做一个 类似像是以他的盟邦为主的 这种反中联盟的建构 或至少要做一个 经济安保联盟的建构 还好欧洲国家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 还看得懂 所以呢 就有一点抗拒 就是在这个G7声明里面 明确的写出来 针对哪些国家 但是台海的议题 大概会浮在这个纸面上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 G7在日本召开 然后呢 美国要用这样子的 特别安全援助 比照乌克兰 给予台湾五亿人的军援 各位 回想到两年之前 2021年的1月5号跟8号 我觉得台海的情势 中美的这种冲突 很可能会再度的发生 我们即将面临选举 我们自己如何能够不谨慎 小心呢 中美关系现在正在紧绷当中 G7影响台海 任举正教授 看起来有很 很凝重的神情 在分析这个事情 我觉得的话 因为我们教哲学的 是讲逻辑的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这个特拉斯 到台湾来的邀请的话呢 当然了 我必须强调 我得到的讯息是 他干了45天了 不过你讲的更惨 41天 不过关键是说 他本身来讲 是个丢脸的象征 我们怎么邀请的人 邀请个这么丢脸的象征 然后吴钊锡还大言不惨 说台湾并不孤单 台湾并不孤单的话 你请的全部是 那个主战的鹰派 然后你这个基金会 原来成立基金会 你这个成立基金会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两岸交流 结果你现在请的人 我现在讲的算了 旁边要不要讲了 旁边要不要讲的 基本上的话 就是公开承认CIA 是这个什么作弊 什么搞坏人家政府的 那那个欧布莱恩 就是叫大家买AK47 那个家伙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安倍晋三的话 就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 什么都有事 来就有事的 那你现在请这些人来 结果你后来搞到成品说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的结果 大家心里的疑问 我今天没看懂 我以为是大家心里的问题 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AKUA来的时候怎么办 结果搞了半天 一看这个照片 原来是个书名 这个书竟然能出版 大家心里又有这个疑惑 那你现在这个远景基金会 尤其是陈唐山跟赖宇宗 他们基本上要做的事情 不就是等着打过来吗 那你这个不是矛盾吗 你彻翼在闹什么的 你彻翼应该强调 我们有坚持的飞弹 我们有什么刺猬战 什么的 你要讲这个 你又不敢讲 对不对 所以造成 我强调最后那个消息 就是米利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202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1月6号 美国国会山庄 闹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到 美国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然后美国的话 这个P8A的侦察机 自然就跑到香港里面去的时候 然后大家觉得情势紧张 然后美国群龙无首 乱七八糟 可能中美会开战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 那个米利做参谋总长 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已经保证了 不会发生战争 打电话 打电话给大陆的一个叫什么 就李过成 那这个事情的说出来 那个感觉的话 就让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哎呦 搞了个半天 美国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是要有参谋总长 就可以决定 我们不搞这个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有点奇怪 为什么这个 这个米利有这么大的权力 后来搞了个半天 美国根本对于战争 一点准备都没有 自己国内都大乱 那个时候 我说句良心话 如果真的一梦一梦的话 搞不好今天很多事情都解决了 真的吗 不得了 今天这个所谓的 最短命的首相到台湾来 好像他感觉温暖 在国内可能得不到台湾 好热烈的欢迎他 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 我们要让中国大陆知道 如果侵略台湾会有 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 都会让中国知道 请问有多严重 我认为他特拉斯 如果过来的话 他在任的那么短 然后他就是这种 这种少数的领袖 然后阻隔 然后不稳定就下来了 然后现在执政党 他上去之后 他变成在野了 下野了 下野状况之下 如果过来 有时候我们压保也压错了 你再也过来 一直起来过来过来 你得罪执政 现在已经也没有压保 他都已经下来了 都下来了 他都下来了 但是下来了 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变成我们 我们有时候在中南美洲 有邦交的国家 我们就去压保 我们就压保 一压保之后 结果他下野之后 那变成执政上来之后 对台湾非常不利 变很快的 像之前本来压川普 一变就可以变拜登 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平衡外交 两个要注意到 这个多数党 这个少数党 然后在这个执政党 这个在野党 要很精密巧妙地来安排 你才能够左右逢源 结果你可能 你可能得好处于假 但是你对得罪于 变成这个状况 变成里外不是人 你要到英国这样一看的话 人要会变成 对我们台湾会不利 所以有时候 这个要保持弹性 当然他们 他们在位置的时候 他们不来 下位置来 为了什么 捞钱 大家很清楚 都有价码 然后这个价码又不能公告 不能公告是很多 你少就可以讲 就那么点点 没有影响 对我们这个税收 人民的血汗钱 纳税钱 没有影响 就那么点点钱 就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蛮多的就不能讲了 你讲过 大家我想说 我们都吃不饱了 你拿了这个几百万 几千万 给这个 这个远来的和尚 而且只当了45天的 这种 这个首相 你就给他那么多钱 那我们这老百姓 还有多少影响力呢 对 他影响力也没有 已经四围了 他在位的时候 为什么不过来 下来的时候 他才过来搂钱 会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有办法 代表所谓的 民主自由的国家 来讲这个话吗 没有 他已经下来了 他影响力不在了 这很清楚 他影响力不在了 然后讲这个话 变成了 变成了四后秋波 变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 这个我们要考虑 因为这个东西 搞不好 得了便宜 还卖乖 人家到时候拿翘 对我们来讲是个损失 我们没有获利 我们反而 杨教授担心 G7正在交开 反而造成不当的风险 对会有这个状况 我倒认为 这个还是要非常紧张 另外我们就知道 这个南海的问题 现在这个美国的侦察机 经常在我们的 包含中共的 也经常在我们东沙岛附近 在那边活动 这个时间点公布 是有意义的 对 那我们知道 那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就是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那个仁爱礁 仁爱礁有个中型的 战车登陆舰 搁陷在那个地方 上面有七个 菲律宾的海军车站在那边 现在对那个地方 现在有点点就是争执 中共要把那个 中型战车登陆舰 报废的 它搁 座坛在那个地方 要把它拖走 所以菲律宾 最近跟美国的这种 动作比较多 在四月份的时候 有监命间 2023监命间的演习 然后前面讲完五月份 五月份有雷霆对抗的演习 接着 雷霆第二要分两阶段 五月分一阶段 然后七月份第二阶段 规模都比以前大 换句话 雷霆对抗的话 已经33年没有举行了 那现在开始恢复 这个换句话说 重点已转移到南海了 菲律宾要抓个靠山 我们知道小马格斯 他要抓靠山 就是先抓美国 以前的时候 我认为杜特利还做得不错 上一任 因为杜特利还保持弹性外交 他这边又赚钱 这边又赚美国的这些 安全上的承诺 他两边左右逢源 很棒 杜特利是这样 那像小马格斯 他直接压边 压边造成南海 问题紧张 会直接摊牌 一个是黄烟岛摊牌 一个是仁爱要摊牌 这样对菲律宾来看 会不利的 因为菲律宾是靠什么 靠亲贸 靠外交 在这个状况下 这样的话 他的经济会受影响 所以中美的对抗 跟完全的封闭的对话管道 到底有没有机会恢复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讨论 感谢观看